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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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个中产档 今天我们讲的主题 是违反中产的价值观 中产经常说的是理性 要有优雅、有品味、有味道 但是现在在抗争运动 兴起了一个概念 叫做私了 有些中产人觉得好笑 这个字太不政治正确 不如我们改了去替天行动 这些是很中产的感觉 名字不好听 我们改变更好看 感觉上是正确 但无论如何 私了很简单 大家都知道 因为政治立场 很严重的冲突 会令到日常生活中 有很多拗叫 甚至会动手 抗争者一直都在控锁 一样 就是蓝丝带 常常亂打人 又不会被人拘捕 又常常动手动脚 现在他们觉得 我们不能再忍他了 我们发觉再有这些冲突 我们就应该要私下解决 这个就是私了 先问一下大家 你们对于私了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你先说 我先说我身边的例子 我有朋友是中产人 我说过一次 在其他渠道 我不是想说过一次 就是说 我身边中产的朋友 最早发现有私了 这件事的时候 就是机场 就是捉了那个副歌 是的 那个 他反应说 怎样都可以 他觉得很意外 很不文明 很不文明 画面很难看 很荒野 是的 我当时的反应就是 这类同类型发生的事 机场那天 是几月几日左右 大概记不记得 机场都七、八月 是的 但我的印象就是 其实在六月尾 或者七月的时候 就已经路口数数这些事 我在印象比较深的 比如说 都不谓说 是不是很难事去打人 譬如说 你兜头兜面地拍人照 又或者有些事業司機被示威者覺得他們有意去撞他們 我見過有一個就是抓了司機下來 然後就是對他有少少拳打腳踢 但通常有少少拳打過 即是打到上下的時候 周圍有很多人說打死人了 沒有了沒有了 通常是這樣的 即是被人打過一定不會有少少 是 然後就已經會做了索帶 即是扎起他 那樣的 其實一直是發生著的 我覺得可能有很多 因為這些通常是否成為報道的焦點 就要看當日的新聞有些什麼 那當日的新聞如果是 傳媒覺得警方做得更加過分寡 那就會是淡化了那樣 那去到機場第二天的時候 因為沒有其他更有爆發的新聞 所以就這些單片的新聞 於是乎開始的人就開始關注私了這件事 那我的觀察就是這樣 我的看法就是 就是私了是一種很正常的現象 而且私了應該就是 所有事情都會發生 正如以前的福建 大家在台灣 大家就會發生集體蟹鬥 或者這些事情 非常之容易發生 我只可以這樣說 私了其實是一種 如果能夠這樣解決 是一種社會比較低的解決方法 即是呢 譬如兩個黑社會有吵架 哇 你說我有理 我說你有理 大家怎樣咬來咬來咬來 不如你兩個隻手就算了 其實從來 但那個聲音真的不一樣 那聲音真的不一樣 那聲音真的不一樣 那就是說 我們沒有理由報王氣的 我們黑社會 那當然是自己解決的 但這個就是相反 因為他覺得警察不做事 他沒有辦法 所以也是差不多 我指的意思是 如果你藍絲能夠聚集到人氣的時候 不是經警察和你們私了 大家打一場 大家政府能夠 那當然如果你是一個警察 你是支持藍絲的 你就去除了自己參與 那大家不如去正夜抽一場 也不牽涉到公權力的話 大家打贏了算 打死罷就 搞完一大輪之後 可能那個社會成本還會更便宜 就是我們講一個這樣 我真的不明白 以前 不過都可以慢慢追蹤到 以前為什麼會有大把 以前吃大排檔 教員可以打架 這些是很常見的事情 還有默契說沒有報警的話 又或者怎樣說 我們心裏都知道 報警後警察來都會浪費 以前我很同意大師說 因為警察的報警成本很大 或者報警成本效益很低 為什麼是低呢 因為可能你打得去 他來都會浪費 那就不可以打 或者成本很大 就是警察來 你又要跟警察解釋 究竟發生什麼事 但其實根本這件事 你不會幫到什麼 但是為什麼 去到近20年左右 去到90年左右 開始沒有了私尿這件事 就是因為黑社會萎縮得很厲害 你沒有了黑社會 你就少了很多這些 我們身邊經常遇到的情況 還有就是 我也覺得經濟越來越好 我們這個世代的人 是開始文明了 我記得不要說黑社會 以前吃飯 例如我們去打火鍋 旁邊兩頭吵架 就打架 大陸也是這樣 現在回到大陸 就是這樣 已經去到一個比較原始的作法 我不知道 這也可以慢慢研究 會不會我們因為太久沒有經歷這些事 所以我們慢慢開始覺得 這件事不應該存在 但其實以前是一直存在 你應該這樣說 我簡直可以 提出你一句話 是以前一直存在 現在只是香港之前的不存在 在外國、在中國、在大部分的地方 這件事都是就這樣存在的 例如在大陸那些人說 在東北人開會 開會嗎? 開會嗎? 然後把瓶子打你一場 然後就可以繼續開會 整個流血 這是很正常的事 如果是全國人來講 但在香港來講 打到人流血 最好不要打到我流血 但問題是除此之外 我只能說這件事 是很常見的發生 兼且是很自然的發生 大佬 你已經去到一個這樣的狀況 如果有一個當面去罵你老媽 或者這樣搞的時候 我又興奮合的時候 你都會被人家打一身 或者你都會去打人一身 或者都會在閘口打鬥 那件事是一件很自然發生的事 根本上不應該覺得奇怪 可以說有三個條件 慢慢出現 第一就是多發黑社會 很簡單 因為我們曾經有二十年 黑社會是極度衰微 你在身邊是不會多幾個寫 最多在酒吧見到 做多了斯文事 或者停留在元朗區 某一些區都會有斬人 斬人便是施了 但你會很少 但現在多發黑社會 第二就是警察 警權失效 你發覺報警也沒有用 報警也沒有用 便要施了 又或者我會說 以前的鄉村 報還會沒有用 所以那些村莊 會自己施了 第三個 為何突然覺得很外眼 因為我們被捲入 以前這些施了的情況 都是跟利益有關 這些利益都不是我們 他們隔壁打架 不會影響到你的利益 但現在的利益是全文化 連龍場 我沒有參加施了 我都不會覺得 我利益是否走開 你便覺得是小撮人 因為現在撮大多數 不是黃就藍的 連龍場那些 是藍絲 我是藍絲 所以你都不是一個很正統的藍絲 藍絲 現在他們搞亂香港 我們怎可以不讓他們亂貼 連龍場 下次再貼 不要說得遠 很低暴力水平的施了 現在所有地面站都有 所以這個有少少 尤其是法王的媒體都吹大了 施了這隻好像是黃示威者才做 其實藍那邊一樣 藍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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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所有地鐵站都會有些阿叔 站在那些粉紅衣服 港鐵職員旁邊 就是幫忙去抓一些跳閘的人 你在法律裡有什麼角色 沒有角色 為什麼 他覺得社會系統失效了 我便要幫忙抓到跳閘 這就是施了的系統 我覺得現在只不過是力量太懸殊 即是藍和黃的力量太懸殊 黃的人經常太多 而且人們比較勇武很多 如果藍是培養了一堆比較勇武的人 當然他們也有什麼打算 藍都說了 最先開始有施了是藍 那些打連龍場就是施了 你不能夠說施了 我覺得有些人可能會搞錯 人家打你 你打人是施了 從來有人開始撕連龍場 這個便是施了 因為你應該要報警 或者你報食環署 你覺得警察和食環署做不到事情 便去撕連龍場 由撕連龍場便是施了 你又在連龍場裡吵架 然後大家互相動手 黃動藍也好 藍動黃也好 就是施了 而為什麼我們會覺得被牽扯於其中 因為以前黑社會打鬥的 是為他們自己還頭的利益 跟我們無關 現在你覺得 我們不是黃就藍 你藍的搞我們黃 即是搞我 黃的搞藍 即是搞我 所以所有人都覺得 我們牽扯在這裏面 所以我們不會這麼上心 這麼敏感 我指的意思是 如果現在因為藍的力量太懸殊 如果不是的話 會打得更厲害 現在只不過我沒有辦法跟你集體鞋鬥 因為當我集體召喚馬的時候 我召喚馬的能力 是不夠你們這麼多 所以就不夠 你721便是施了 所以我經常都不明白 那些人很敏感 為何我們支持民主那些什麼什麼 為何現在開始做這件事 就好像Kelvin說 發生了很久 連龍場也是施了 721也是施了 福建邦也是施了 因為經歷過這麼多施了 之後 你便發覺原來對家 就是覺得系統失效了 他們都覺得失效了 為何我們不可以覺得失效呢 突然間變出來 發展過這樣的 我始終覺得 施了這件事 是好過社會影響 甚至好過你去出動警察 不會真的影響到那麼大 即是你打福建奧一身 影響你大一點還是去到什麼 可能警察心裏面都覺得 施了是好事 就是了 因為你打了一輩子 我不用出來 可以搞事 就是了 就要50個防部出來 不如你們施了 找幾件軍裝來幫你下口供 就算了 抓到就抓 你沒有所謂 你抓黃絲、藍絲 都沒有所謂 我看港產片是這樣的 通常那些好人、壞人 只要打輪 最後才到現場 我覺得這樣反而是比較健康 然後再想一下 如果我們是警察 你施了就是罵那些黑社會 你就不是罵我 我來幫他們白衣 落口供 我就是幫你們處理這件事 所以反過來 為什麼我經常用這個題目 就是成本以效益 你要看看 其實這些施了的效益 對於各方陣營來說 警察覺得 如果我早來的話 你就會說我都被人家 我遲來的話 你就會說我 你自己搞定它 結果這件事 其實不要以為 什麼很不聞 就是經過各方百搏譯之後 最高性價比的一件事 好,這次就到這裏